刚才美国这边发的食物啊,还是比较常规 有胡萝卜,然后有这个橙子 还有圆葱 还有这种特别小的梨,这种小的梨 记得在国内有那种香水梨,小的时候吃过 还有这种小橙子,小小的橙子 然后还有香蕉,香蕉是这种绿色的 绿色的香蕉啊,其实香蕉已经顶了不少了 有的就由绿变黄,油黄变黑了 然后这边呢是这种黄颜色的瓜 这种黄颜色的瓜,不知道是什么瓜 我记得这是黄瓜吗 这是黄颜色的啊,不知道是不是黄瓜 不太确知是不是黄瓜 有这种黄瓜,还有这个圆葱 这边啊,这个道理 然后还有这个啊,叫生菜 是吧,这种生菜团啊 所说的地中海市也是 Iceberg冰山蜗具啊 Iceberg Lattice 是吧 嗯,这个是Product 我约在美国产品 Wash before use 用钱清洗 分发备,什么什么公司 加州啊,生菜 这个生菜不错 然后这里边还有这种小土豆啊 这种特别小的土豆啊 这种小土豆 我记得在国内可以腌咸菜 可以把它煮熟了腌咸菜是吧 这种小土豆呢 在美国这边是第一次领啊 这种小土豆 看,这种小小的土豆 在里边啊 就是 就是分成几个袋这样装的啊 这种小土豆 回去我可以试着把它 把它糊熟 糊熟 腌咸菜对不对 然后记得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 还有这种豆子啊 这种豆子以前好像我也吃过 但是在国内我没吃过啊 就这种形状的豆子 像一个围棋的籽那种的 Premium Premium是优秀的啊 优秀的Lantius Lantius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净重是两磅 然后 它这个 日期呢是截止到2023年 1月22日啊 日期也是好的 Cooking Chakras 烹饪指南啊 这是豆子 这个可以用来澳洲对吧 然后呢还有这样的蛋米 这个蛋米啊 这个以前也发过 这种叫富强米吧 白色的蛋米 不过现在比较喜欢吃 棕色蛋米了 这个蛋米好像是不用淘 因为它 往里边添加了一些 什么矿物质什么的 如果一淘呢 可能它 这个矿物质就是会被洗掉 对吧 然后还有呢 这个鸡蛋 鸡蛋呢 发的是大盒鸡蛋 18个啊 36118 18个额外大的 extra large额外大的 grade AAX AA等级 anything goes with X 所有的东西 和鸡蛋在一起呢 都符合加州的带壳的鸡蛋食品的安全的 规定吧 就这意思啊 California Ranch Fresh 加州大牧场新鲜牌啊 然后它的日期呢是截止到2月16号 比较新鲜啊 表示感谢吧 记录一下 旧金山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吧 就是表示感谢啊 就是发了今天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黄颜色的瓜 不知道是不是黄瓜啊 不太确知啊 所以说回去研究一下 看看是不是 它是不是那种 把它打瓶之后 拌两菜吃吗 不知道啊 这种瓜以前没吃过 好吧 表示感谢啊 表示感谢 这种瓜还发了不少啊 应该不甜 我猜它应该不甜啊 就是那种 在国内好像都是那种 绿颜色的 这种是黄颜色的 好吧 拜拜 再见 再见 做一个记录